为什么明星随便唱几句都好听 明星很多都用到鼻腔共鸣 那鼻腔共鸣到底怎么样发呢 跟着能的老师一起来练习 第一步整个咱们上口个 这整个 上口个给我撑起来 像一个大馒头给它顶住 馒头顶起来 这个时候呢 鼻孔微微扩张 恭喜你 已经做对了一半 如果你还是感觉不到 第二步咬着鼻 鼻的上半步发生 鼻孔 如果你是 你的下半步发生 如果是下半步发生就不对 感觉鼻的上半 它是不一样的 很多宝宝这个鼻音和鼻腔共鸣 它有时候区分不开 鼻音呢 它是很浅很薄 这个我们的牙关 牙关都是壁上的 嘴都是壁上的 很薄 这个时候就是鼻音 声音就扁 牙关打开 鼻孔打开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鼻腔共鸣 它的声音呢 非常圆润 厚实圆润 鼻腔共鸣 不是鼻音 听一听 听你 听一听我的医院 想看你看我的小说 我想收集每一颗 我想看到你眼泪的世界 它是上口罐撑起来的 的世界 的世界 时间 只要一塌起来 这个我们声音 就会往鼻音走 会了吗宝宝们 记得点赞关注哦